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河马1.4的风花节来一个素揽 可以拿1000多的原石 这个大家是最关心的吧 满金的四星宫也是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然后加天赋的这个知识之勉 我相信很多人都缺吧 我现在缺的不行 另外这个风花节的话 除了一些活动 它最主要的最后获得这个琴的这个永久道具 是比较有意思的 风花节这个射箭飞行 以及弹琴的小活动 其实和以前的一些活动比较类似 但是活动的具体内容肯定是有区别的 喜欢这些小游戏的小伙伴 估计非常开心吧 最后这个获得的这个琴 可以联机一起弹奏 做等音乐大神们弹出这些玩出一些新花样吧 这个飞行的活动 我觉得用这个手柄的话 我自己不知道是操作问题还是怎么的 飞行特别麻烦 另外这个邀约的任务 其实就是解锁一些人物剧情 让之前没出场的一些人物可以融入到这个主线剧情里边 像崇云啊 女仆啊 这些人物之前的剧情里就没有出现过 这也是比较遗憾的 巴巴拉和这个算是巴巴拉算是出场比较多的一个四星人物了 在剧情里边 新的这个起愿活动 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复刻了 这一次是复刻温迪和公子 这个新的四星人物罗沙利亚是和公子一起出来 然后温迪是另外搭配别的一个四星 然后第二个活动纯水之院是可以拿300的原石 然后加上超多的一个经验书 这个有点类似上一次1.2版本的极动术 在雪山的极动术的任务可以连击 另外新的这个boss深渊使徒之前在一个任务里我们也听过 但是一直没见到真身 接下来1.4版本我们能体验与他有关的任务了 这里边据说主角要和他的一个哥哥或者是和他的妹妹见面了 后边我也想做一下关于原神世界观的这个视频 等这边把1.4以及新的这个胡桃的视频做完了之后 我再做原神相关的一个背景故事的视频 接下来是新出的这个武器 周末的话这个五星的周末是windy的一个专武 然后你不拿他主c的话其实根本不需要抽 其他的四星武器吧就是你看着办吧 优化的内容其实挺有意思 浓缩的一个数值终于是能到5个了 这个体力满了之后每次超级麻烦 合了三个数值你还得想办法处理掉剩下的这个40 当然如果这种除大地和干的比较猛的小伙伴 可能根本看不到体力满的一天吧 然后大世界可以降低或者是提高等级了 当然提高不是说提高到你没达到的等级 也就是说你降了之后可以再提回来 但是有一个cd是24小时 另一个是烹饪功能的一个切换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也就是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可以使用 另外这个个人页面又可以展示科金大佬的一个名片了 然后伸进螺旋的界面也进行了优化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之前提出来的一些小的改动意见 官方都采纳了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原神 另外就是和肯德基做了一个联动 我的妈也在国外没法吃肯德基 拿这个激活码国内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了 一个手机只能领一个激活码 好了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